重要訊息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 涉及貪腐的案件 現在在土耳其多個城市 引發了民眾抗議 從最大城 伊斯坦堡 到首都安卡拉 都有民眾在上街反政府 就連當局打算要在安卡拉 建設了一條高速公路 也因為剛好通過一間大學校園 被這憤怒的學生 事做是官商勾結的貪毒結果 引發了激烈抗爭 大白天的校園裡 煙火鞭炮四處亂窜 消防水柱強力四射 很有示威經驗的學生 早早戴上防毒面具 警方發射的催淚瓦斯 驅散效果就很有限 這裡是安卡拉一所大學的校園 當局規劃了一條高速公路 剛好就從校園裡穿過 引發學生強烈不滿 大家示威之餘 更沒有忘記 把最近人氣直落的總理 埃爾多安也牽扯進來 認為深陷貪腐疑暈的總理 應該要下台負責 而在夜晚的十字路口 反政府示威民眾設了路障 生氣熊熊烈火 丟出的煙火顯得十分燦爛 而警方發射的高壓水柱格外猛烈 催淚瓦斯更把街頭搞得霧蒙蒙 全副武裝的鎮報警察 一副不把民眾驅散 絕不甘肅的模樣 深陷貪腐疑暈的總理埃爾多安 進一步被爆出遭人錄音 內容是叫他兒子 移轉十億美元的現金 以免被警察搜出來 情勢看起來是越來越不利 全土耳其甚至有11個城市 做爆發示威行動 不過埃爾多安本人則反駁 這段錄音根本就是政敵偽造的 記者王浩編譯